JR司马特动手冲突,骑士继前赛轻取开尔特人继前赛今日继续进行,骑士主场迎战开尔特人,凯比欧文和哥登海沃德确阵,骑士这边凯文勒夫、特利斯塔汤图森、乔治希尔、科沃尔等人也休战,骑士113比102凯尔特人,骑士开场投篮手感出色,南斯、奥斯曼中投、赛克斯顿三分, 而凯尔特人长达四分多中只得到两分,霍普德勾手,跳投,塔图姆突破,罗奇尔跳投缩小分差到一分,赛克斯顿跳投命中,南斯扣篮,JR标进三分再次拉开,手节还剩三分38秒时,JR拦下卡位置,被贝恩斯夹住手臂,JR愤怒地推开贝恩斯引发冲突,导致司马特从身后动手将其推开, 裁判将司马特驱逐出场,JR还挑衅地冲司马特微笑挥手,冲突之后,JR栽众跳投,克拉克森连续干达,骑士30比21领先结束,第二节骑士欲战欲勇, 德克尔甚至将塔图姆晃趴,再得完成上篮,之后他和奥斯曼各自命中三分,骑士领先到19分,马库斯莫里斯连得8分直逊, 凯尔特人半场43比55落后,下半场日日齐上来打三分,他多次冲击篮下得手,克拉克森命中三分后,骑士领先达到21分, 此后他们始终维持较大优势,凯尔特人无心恋战,早早撤下首发,克拉克森13分,小南斯10分5板,日日齐20分,克拉克森12分6板3助攻, 罗奇尔17分,莫里斯17分,塔图姆8分,埃尔霍图德10分7次助攻,塔图姆8分。 罗奇尔Msınız